今年第五号台风杜苏润携狂风暴雨登陆,给福建造成巨大灾害。 记者7月29日晚从福建省防汛看汉指挥部了解到, 截至29日21时,台风杜苏润已造成福建省145.45万人受灾, 紧急避险转移36.3万人,紧急转移安置15万人, 直接经济损失30.53亿元人民币。 目前,灾情正在进一步统计中。 持续强降雨至福建多地险情不断, 各地消防救援力量争锋夺秒,排险,搜救,转移被困群众。 在救援现场,不少瞬间让人动容。 在福州,一辆运送危重病人的救护车在五四路的积水路段抛锚熄火, 出警归队的消防员恰巧路过, 冒雨徒手推着救护车行进六七百米, 直至福建省立医院急救中心, 消防员协助医护人员将病人转移到医院进行救治。 在宁德,强降雨导致桑都症受灾严重, 消防救援人员组织当地群众乘船疏散, 船离岸边有一段距离不便跨越, 一位消防员便主动弯下腰, 让群众一个个踩着他的背走到岸上。 在泉州南安, 下都村积水严重, 一家四口被困, 消防救援人员背着一米南童涉水走出, 民房时被绊倒, 头猛地栽进水中, 连帽子都掉了, 但南童仍然稳稳地骑在他的身上, 被安全转移到冲锋桌上。 在南安市区, 多条道路积水内涝严重, 部分群众被困房屋, 福建省森林消防总队三名支队紧急持员受灾地区, 救援人员挨家一户搜索被困群众, 利用橡皮艇、安全绳、救生衣等救援装备, 先后将120余名被困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。 据统计, 7月28日80至29日18时累计雨量, 福建有45个县的233个乡镇超过250毫米, 12个县的33个乡镇超过500毫米, 福州市区, 敏厚县, 莆田市区, 仙游县, 全州南安等地日降雨量超过1961年以来历史极致记录, 莆田市区日降雨量破全省国家观测站最大日降雨量历史记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